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知道 刘备在魏德市的时候 曾经投靠过荆州的刘表 这刘表啊 每天都把刘备请到他自己的家里边来 吃饭 喝酒 谈事 说有一次 刘表就和刘备说了 说 我呢 明天给你介绍一个闲事 这个人叫许四 你看看怎么样 刘备说 好吧 转过天来 许四来了 许四一进门 见了刘表和刘备 没说别的 就说他自己的事 说 哎呀 我呢 已经有三百亩地了 还差一百亩 您可不可以把您的一百亩地啊 再卖给我 我呢 打算在这地上 盖起处房子 我已经有一处房子了 叫做竹林轩 这竹林轩里种 全都是竹的 我打算再弄一个绿柳堂 这绿柳堂啊 我打算干一个三间的院子 里边种的 全都是柳树啊 没事就在这 柳树下 下棋 品茶 悠哉 悠哉 多好 他在那一直说 刘备在一旁 一语不发 就瞅着他 这时候刘表就问了 他说 哎 许先生 您认为当今天下 谁算是闲事啊 这刘备一旁就插嘴了 哦 我说得是陈灯 陈灯这个人呢 博学多才 胸怀国事 拂有黎民 这许四就反驳了 哎 陈灯不行 上回我去拜访他 他竟然大咧咧躺在床上没起来 晚上我住到他那儿了 他竟然自己住上床 让我住他门旁边那下床 这人不行不行 太狂了 刘备一听就说了 哎 我觉得这陈灯就算不错了 要您来拜访我呀 我就不让您住下床 那您让我住上床 不 我让您住地下 哎 许四一听 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刘备说 我看您刚才进来啊 没说别的 就说你那地呀 说你那房啊 求天问社 当今天下大乱 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想救国之计 救您之策 而你身为贤士 只是为一己的私利而已呀 我就得让您住地下 由此传下了这条成语 求天问社 求天问社这成语啊 就是说 一个人只关注于自己的私利 不关注大局 好了 这期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集再见